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部被预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小说中 主人公于莲用他惨败的发迹史告诉我们 一个贪心过重 拿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作为通往成功的解禁 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一 贪图名声 失去底线 于莲生于一个木匠家庭 但他从小立即担保 对木材的生意丝毫不感兴趣 唯一能让他停留痴迷的 只有书本 哪怕坐在轰鸣的机器旁 他也只是埋头看书 完全忘记了要照看的职责 为此 他常常受到父亲的谩骂 哥哥们的奚落 而且少不了一顿毒打 年少的叛逆 激发出他一股是要出人头地的傲气 而于莲的进取之心 一开始便有着贪婪之想 法国大革命失败后 于莲再没有机会赢得战斗的勋章 更无法实现他飞黄腾达的梦想 于是 他决定去做一名身批黑袍的主教 意图赢得至高无上的声誉 在军末场里 于莲以便便莫及圣经的刻骨模样 深深打动了善良的西朗神父 年迈的神父决定亲自为这个怀抱宗教热诚的少年 传输神学 为了讨这位老教师的欢心 于莲利用自己超于常任的拉丁文天分 将圣经和新约倒背如柳 他的名气也随着天才的光环与日俱增 当神父举荐他去市场家做家庭教师时 于莲的梦想 似乎在这一刻 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名声 变成了这个穷小子逆袭的唯一资本 珍惜名声胜过一切的御脸 自始至终都爱护着自己的御意 在市长家的日子里 他一次次用表面的谦卑 证明自己拥有过人的学识和修养 顺利瞒过了市长一家的审视 因其优雅的作派 远博的知识 他又意识成了全城最追捧的名人 御脸深谙名声对一个人和其重要 哪怕用谎言来掩盖真相 用厌恶的行径去套取贵族阶层的欢心 他也要苦苦遮住内心的欲望的渴求 贪慕名声的他 一边痛恨上流社会的虚伪 一边又竭尽全力贩卖自己的口才和能力 最终获得了德拉莫尔后爵的赏识 主事的圆欢和审慎 让于莲一步步赢得成功的奇迹 但一味地贪图名气 却让他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再跟谈幽云 好名者 窜入道义之中 其害隐而身 假借仁义道德来顾名钓鱼 虽然可能会获得一时的风光 但背后的隐患却是无可避免的 命运所有的规则 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贪图名利的人 注定会被名利所累 二 贪图全力 牺牲爱情 美学家朱光浅曾在谈美书简里 曾这样评价过红与黑 称她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 只可惜 再华丽浪漫的爱情 一旦失去了真诚 便再无福利 从见到市长夫人的第一面起 温顺青社的狱猎 就怀着强烈的目的心 以及向全世复仇的虚荣之心 散布花园时 她会自己亲吻得瑞纳尔夫人的手臂 在百般试探中得到夫人的垂涯后 深夜闯入她的卧室 只为抱着她的双膝痛苦流涕 视此表明她的决心 瑞纳尔夫人被她那炽热的爱所征服 心甘情愿地陷入了这场冒险的爱情中 连同她的从情心和钦佩席 都给了这个少年 而比起瑞纳尔夫人对年纪的顾虑 于连却沉浸在唾手可得的权力之中 甚至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窃喜不已 当思情昭然若揭 丑闻喧嚣沉上之时 于连不再对瑞纳尔夫人有所流烈 她毅然而然地去了神愿 继续深造 而交易后毫无价值的爱情 却让瑞纳尔夫人跌落无地的深渊 她怀抱全部的热忱 爱得真诚和纯粹 只可惜 拿爱情当政治筹码的于连 远远被预想到这一点 后来 因得到德拉莫尔侯爵的认可 冥冥之中 于连遇到了侯爵的女儿 马蒂尔德 一个身份高贵 漂亮韧性的年轻女孩 面对一路攀附权力而上的木匠儿子 于连的平民身份 与他不相振的骄傲 激起了马蒂尔德 强烈的好奇心和崇拜感 这段身份悬殊的恋情 起初并不被人看好 但于连不同于贵族的气质和口才 还是让马蒂尔德为之着迷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伯爵的女婿 势必要在巴黎的上流圈里 拥有与身份相配的同等权利 爱情成了于连攀附权势的垫脚石 也让他成功极深于上流社会 争取到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席之地 3.贪图财富 毁于野心 当赢到巴黎贵族德拉莫尔侯爵的认可后 于连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秘书 并且因为自身高超的记忆力 记下了一次秘密会议的全部内容 这也让他备受权力权层的青睐和认可 于连苦心奢望的财富与地位 因为一次窃听 一场惊心布局的婚姻 即将成为现实 然而 少年得志后难免轻浮浅薄 站得越高 意味着也会摔得越狠 一封检举戏 让德拉莫尔侯爵怒不可遏 也让穷小子与连的逆袭成为了一场泡影 原来 瑞纳尔夫人为了向德拉莫尔侯爵检举脸 甚至不惜暴露与自己私密的丑闻 也将于连的野心随之攻之于众 失去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的于连 满腔愤怒的他买来手枪 静止跑到了教堂 寻找正在祈祷的瑞纳尔夫人 两声枪响过后 夫人应声到底 于连被迅速赶到的警察逮捕 在监狱里 于连陷入了深刻的反省 即便后来他得知瑞纳尔夫人没有死 玛蒂尔德小姐为救他四处奔走 于连也依然抱着誓死的决心 多年的运轴帷幄 没有等到命运的改变 反倒让于连成为了人人嘲碰的对象 但这时的他 却早已不在意诸多的流言蜚语了 也许 当他决定举起枪的那刻 却以为着要和自己内心的虚伪和贪念决裂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也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坚强和果敢 不切实际的美梦破碎后才明白 人生最怕的是贪念二字 出身低背的狱猎 没有选择一条脚踏实地的路走 而是在贪欲中不断掘取自己想要的一切 他情愿放弃底线去追逐民生 牺牲爱情也要争夺权力 在膨胀的野心中迷失自我 发誓要享用到贵族彤彤的财富 被贪婪填满内心的狱猎 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绝路 红与黑中有这样一句话 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价值 且在他的欲望前面 在他的事业前面 设下重重障碍 若真有本领 最会克服难关或绕过障碍 生活考验我们的 不是通过努力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 而是在复杂的生活中 能守住多少的本质 太贪心的人生 往往是一场灾难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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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